今天晚饭要挑战的菜谱是王刚老师前两天刚发的猪肝粉丝汤 要准备的材料有菜猪肝姜猪油还有一点葱 其实原本的视频里配菜还有冬笋黄花菜 但是这些我都没有 王刚老师的原视频里呢是新鲜猪肝 我这个猪肝是冷冻之后解冻了一段时间的 其实对于新手来说这样的猪肝是更好切成片更好成型的 切好的猪肝我们放到一个容器里面等待下一步的操作 我的厨房比较小所以我一般完成一个步骤之后都会稍微打扫一下 切一点腌制猪肝所需要的姜 先切片 然后再切成丝 在切好的猪肝里加入一些清水和大量的盐 接下来用手对猪肝进行搓洗 搓洗的时候搓洗出来的姜是粘粘的 下一步呢就是准备一个滤网 把猪肝放到上面 然后把多余的水分和粘液挤出来 最后把猪肝放到一个容器里 加入切好的姜丝 加入一些淀粉 用手将淀粉姜丝还有猪肝搅拌均匀 将小葱切成葱碎 这里要切的碎一点 因为最后是直接撒在汤里的 蔬菜切成小段 切的时候呢擀的部分可以切碎一点 叶子的部分可以稍微切大一点 再需要泡一点粉丝 我选的是跟王刚老师的视频里一样 是这种细粉 加入可以没过粉丝本身的水来泡它 到现在为止呢 所有的配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OK那让我们来进行下一步 首先起锅烧水 在粉丝下锅之前 可以选择把它剪短一点 因为王刚老师的话说 可以吃得更优雅 由于我缺少两样配菜 也没有高汤 所以这里我选择加入了蔬菜鸡精 加入盐和胡椒粉之后 就可以把猪油也下锅了 搅一搅让调料融化 水开之后呢 就可以把粉丝下锅 再次水开之后呢 就可以把猪肝一片一片的下到锅里 猪肝表面锅有淀粉 所以最好不要一大坨下下去 防止粘连 稍等一下就可以用铲子 把猪肝推一推 再次煮开之后呢 就可以把最后的配菜下下去了 因为蔬菜很好烫熟 所以并不需要在锅里待太久 最后撒上葱花 这道菜基本上就算做好了 可以出锅了 为了防止热汤坡建 这里还是可以把固体的内容先盛出来 最后呢再倒入热汤 到这里为止装盘就算结束了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汤 还是很轻的并没有浑浊 味道也还不错 猪肝呢切的薄厚三毫米的话 应该也是正好的 很软很弹 不会变得很柴 粉丝也因为提前泡过很容易熟 口感很弹牙 总而言之 这次的学习是非常成功的 开心 朋友们下次见 到 la prochaine